而聽障人士有扶了埃及這一名工程系的學生 研發了一款智慧眼鏡 可以把語音和文字翻譯成首語 擴增實境的方式直接呈現在聽障者的眼前 是有助於他們即時溝通 並且可以理解現在的對話交流進行到哪裡 如果未來有機會量產 聽障人士只要一鏡在手 就可以跟一般人一樣 溝通是毫無障礙 是一大福音 不會手語的人想和聽障人士溝通 靠這副智慧眼鏡就能辦到 這名埃及工程系學生歐馬 利用3D列印技術設計了一款智慧眼鏡 固定在眼鏡上的小型攝影鏡頭 能夠接收語音訊號 利用AI人工智慧技術 即時翻譯成首語 傳達給聽障人士 聲音轉換成首語圖示以擴增實境方式顯示 當用戶使用首語時 眼鏡上的感應器也能翻譯成語音 讓對方聽到他們表達的內容 如果想要閱讀文字 只需按下另一個按鈕 眼鏡就能透過感應器將文字翻譯成首語 歐馬開發了翻譯眼鏡原型 參考美國的智慧眼鏡設計 目前首語詞庫不足 而且各國表達方式不同 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依靠3D列印產量有限 最終目標希望能在工廠量產 安齊智智慧眼鏡幫助人與人溝通 意大利則是研發了新款人型機器人 學習判讀人類情緒 彷彿真人五光皮膚的機器人 嘴角上揚微笑 皺眉咬唇生氣 或是嘴角下沉頭露悲傷 表情變換自如 由伊道利比薩大學研發的人型機器人 阿貝爾 將成為人類的好幫手 阿貝爾的框架和頭部結構 由荷蘭電子動畫設計師霍根焊接而成 外型設計成一個12歲男孩的模樣 選擇這個特定的年齡 面部特徵和身體構造 是為了提高機器人的關係潛力 也就是兒童與父母 建立關愛關係的潛力 研究員將在他的身體 安裝特殊軟體程式 看到人就能掃描 比對出性別、年齡和情緒 即使反映出開心和生氣的百分比 具有同理性的機器人 渴望幫助自閉症、阿茲海默症患者等弱勢族群 他內建的相機、麥克風和熱像掃描儀 可以觀察人類的語音頻率、心跳頻率 以及皮膚溫度變化 再利用這些參數推斷出人類心情 研究團隊對阿貝爾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讀懂人類心思 達到陪伴功能 對人口老化的意大利社會有所幫助 TVBS新聞綜合報導